大家好 我是Celia 市面上有很多種不同的食用油 究竟我們煮食的時候 應該用什麼油會比較適合呢 我們煮中菜的時候 以前的人很多時候都會用花生油 但其實花生油含很多飽和脂肪酸和膽固醇 對身體都不太好 所以現在都會建議大家用粟米油 或者芥花枝油去煮食就比較好 另外芝麻油其實都可以煮食 日本人很多時候都會用芝麻油來炸天褲露 去用一些芝麻的香味 令到食物更加的味道可以提升 另外煮西餐的時候我們會用什麼油呢 我們會用橄欖油或者特殊的橄欖油 橄欖油不可以太高溫去煮 我們就可以用橄欖油炒熱粉或者煎扒的時候 用橄欖油都可以比較健康些 另外這個初炸橄欖油 它的味道比普通的橄欖油更加香濃 用來混沙律或者做前菜都很適合的 下次大家煮食的時候 就知道用哪種食用油會比較適合